吃吧吃吧啊 瞬间把两道土菜喝这个吧 蒸猪汤 喝好 不是 真厉害这个 你到哪找这么个猪啊 网上找的啊 网上 说人家他爸什么有钱是大老板 然后以后我俩要是去旅游住他家沙发 还说要跟人家爸谈生意 你说你这个心呀 怎么的呢 这是行吗 他们还知道找我呀 别找我了 我永远都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哪 说什么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 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孩子 你咋不接电话呢 管得着吗 这电话是谁打的呀 阿爸 你爸打的电话你咋不接呢 你管得着吗 被以为你给我弄点什么西餐 我就听你说哈 不吃了 孩子啊 你爸打的电话你不接 他不得着急呀 我让他们打的呀 他们不打不就不着急了吗 活该他们着急 听听 这孩子得多不懂事 我懂不懂事跟你有关系吗 你又咋嘛 管得着吗你 我告诉你 我要是你妈你要是我寒 我不捏死你了 来来来来 你承认你 你是不是跟你爸爸怄气了 你灰索花吗 我发现你的至上跟你的颜值不成争比呀 我跟他们怄气 他们要怎么不惹我 我能离家出走吗 啊 诶 等会儿小妹妹 离家出走 你到我们家来你爸爸不知道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 他管得着吗 你必须得告诉他呀 你爸爸是大老板呢 我还得指望着跟你爸爸做大生意呢 我还得住你们家大别墅呢 你知道你哪儿最可爱吗 哪儿啊 傻的可爱 我就那么随口一数啊 你还当真了 什么事翻 我都说你多呢吧 你等着 看我说咋手你 那小孩 别打人抬抬抬的了 我都说笑了 那时候就喝来了 赶紧出去 要不跟你见啊 走走走走走 赶紧啊 赶紧啊 你得救我 没事 那个谁 你先把歌松开 好吗 来 你往那边坐着 歌好发挥 怎么回事啊 我发现阿爸他不爱我了 我太伤心了 天底下哪有父亲不爱自己女儿了 他就是不爱我了 他怎么不爱你了 我跟你说 昨天我过圣日 他不仅没给我过圣日 还没送给我礼物 他这就是不爱我了 你就因为这点事就离家出找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召集 我要惩罚他们 虽然他们把我生日给忘了的 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 哎 你是不是我闺女 你我闺女我抽死你 你抽我 你抽我 现在你抽我 你们大人都不理解我 我理解 大姐夫 没毛病吧你 你帮忙 你帮倒忙啊你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你看我也是做父亲的人 如果我要是把妞妞的生日忘了 那妞妞也生气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 哥 你简直太好了 你就是我的男闺蜜啊 男神 默默的 这个 你先把男神松开行不 来来来 男神腰受不了 男神呢 这点事就给你解决了 你解决到底啊 我明白 有多大的颜值 就有多大的担当 你这样 明年你爸爸再过生日的时候 嗯 你就假装忘了 嗯 你就不给他过生日 嗯 对吧 你就不给他买理 对 你爸爸的生日是哪天呢 阿爸生日 嗯 我不知道 你连你爸的生日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就接的年年都是阿爸妈给我过生日 我从来都没给他俩过过生日 那再说了 不都是爸妈给孩子过生日的吗 孩子呀 嗯 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你爸爸过去是不是年年都给你过生日 嗯 你爸爸给你过了十八年的生日 就这一年没有过 你就说他不爱你 你爱你爸爸吗 我爱 你爱你连他生日你都不知道 孩子呀 你是不是觉得 这天底下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你别忘了 他们也需要爱 儿女爱自己的父母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敢跟你打赌 打你离开家那一天起 你爸你妈不知道急成什么样 他们现在一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他们现在心里边时时刻刻想的就是你 真的吗 真的吗 啊爸 爸 你着急了吧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给我过生日了 以后我给你和阿玛俩过生日 我连连都给他俩过生日 妈 你败苦 我爱你 好 那我现在就回家 你放心吧 嗯 哎 你怎么苦成这么样了 哥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 哥 嗯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哈 嗯 我现在可不了你了 嗯 我得假如你生气啊 哎 你贤苦 哎那个你说你人生地不熟的 这样吧 我给你送到车站去好吧 啊 哥 哎 你要不然你就给我送假得了 好吧 肯定能好好感谢你啊 站住 吃大葱呢 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 小妹妹啊 我带你来的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另外我跟你爸爸要好好的谈一下 不用 我就用这个哥送我 不是呢我也想去啊 你想去 啊 不有行李吗 啊 主动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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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